乌克兰的反攻行动似乎越来越积极 在当地时间 星期三凌晨 乌克兰出动了三架无人机 长驱直入来到莫斯科 尽管其中有一架被俄方给击落了 而另外两架也被干扰 但是还是造成莫斯科金融区 有两栋摩天大楼因此被无人机撞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这场战争现在正在逐渐回到俄罗斯 也意味着对俄国领土的攻击会越来越频繁 但是俄国前总统梅德维杰负责警告 要是乌军反攻成功了 俄国将会被迫动用核武 爆炸炸出一团火球 有人当场吓哭 俄国首府莫斯科的金融区 有两栋摩天大楼 遭到长驱直入的乌克兰无人机撞击 尽管受损轻微只有一人受伤 但却撼动整个莫斯科 乌克兰30号出动 三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 其中一架被击落 两架被干扰 坠落的无人机击中建筑物 俄国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警告 如果乌军反攻成功的话 俄国将被迫动用核武 但乌克兰似乎愁躇满志 俄国南部城市塔根罗格 也有坠落的无人机残骸 消防队扑灭雨火 罗斯托夫还拦截到两枚乌克兰飞弹 俄国显然不想屈居下风 前两天无国东北部的苏梅 遭到俄国飞弹攻击 造成多人死伤 俄国总统普廷在海军节 叫越战舰和核潜舰 还宣布俄国海军 今年将接收30艘新船舰 看来和平之日 似乎遥遥无奇 有永违变异